那么我们身在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太难了 诱惑的力量太大了 才是名利 内有五欲 七情五欲 外面有色身香味出发 诱惑你 你眼见四耳闻神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真正做到如如不动 你才能够保证你行在道上 如果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 你就不行了 要饮食 要挑剔好吃的 这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你有分别 你有知足 就造业了 还有跟人竞争的念头 这都坏了 所以七心东念 言语造主 跟经教里所说的 完全相违背 这是什么 发永远不变 我们修行人的念头 七心东念 在变 你看那个时候 任老师 师父叫他一句阿弥陀佛 一直念下去 他就一直念了九十年 没改变 现在人不行了 老师叫他 他不服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有他自己的看法 那就不行了 有自己 就是反复 没有自己 才是神人 所以佛法 第一个破身界 不知得身生活 那身是什么呢 身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我所有的 不是我 衣服不是我 我所有的 身体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什么是我呢 佛 佛 给六道 众生说 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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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自己 阿赖 阿赖 没有 形象 但是 他能信物质 形象 所有一些物质 都是阿赖 阿赖的 相分 一切齐心动念 都是阿赖的 减分 我们从这个地方 对阿赖 有个概念 阿赖 阿赖 能够变成一个人了 的人生了 那是吧 云云不同 云云神法 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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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种子都有 是法界 种子圈的 哪一个种子 起现性 哪一个法界 出现 如果佛的 种子起现性 佛法界 出现 人的种子 起现性 就到人 发界来了 人是什么 阿赖 阿赖 云云神里头 无界 是善的 种子 语言 成熟了 当然是 如果是 贪安的种子 起现性 它就到 鬼道去了 成慧 起现性 它就到 地狱道去 鱼吃 起现性 它就到 出生道去 什么种子 都有 太多太多了 说不清 肯定 有佛种子 一切 一切 众生 本来是 父 当然 有佛种子 知识 人的欲望 是好 这个能量 太强了 佛菩萨的 种子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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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宽 这一生当中 没有人叫他 他也没有看到 真正 修行人 像海贤 这样的 修行人 人家看到 会有感受 普通出家人 人家没放在眼里 更不会放在心上 看到老后生 尤其那么高的年岁 112岁 不要人照顾 行动很利落 头脑很清楚 动作很铭记 这个一让人看到 就感到惊讶 因为一般人 七了八十 就不能动了 他还能保持正常 一般人 看他 那个样子 也不过是 六七十岁 他要不说出来 没有人知道 他一般都行